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 我们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任何无视否定或者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 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美方的错误行径 中方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 许多目前被美国单边制裁的中国企业都是无辜的 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也是安全的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斯洛登事件 维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 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棱禁门 方程式组织梯队系统的网络监听监视行为 美国自身浑身的污迹 还在谈什么要清洁网络联盟 这纯属荒谬可笑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维文殿 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将携带 医护物资为贝鲁特提供医疗救助 作为黎巴嫩的友好国家 中方愿根据黎方需求 继续为黎方渡过难关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注意到澳方表示欢迎中国发展 希望澳方将口头表态 转化为实际行动 多做符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的事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